大家好,我是陈俊 今天开始的我们就学习多态这一块 多态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意思 当然在程序里面的话 多态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把它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编译式的多态 一个是韵形式的多态 比方说编译式的多态 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一个方法重载 方法重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名的方法是不是 各种不一样 然后类型或者是类型不一样 就是调用了不同的方法 本质上就是什么呢 比如你调用一个方法A 然后你传一个参数 那么调用的是只有一个参数 那个A方法 如果传了两个参数 就是调用的是两个参数 那个A方法 这种情况是在编译的时候 早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我把它归类为一个编译式的一个 一个多态 那么回到GS了 结实的话呢 因为它不支持了一个通名的方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在这里写的这段代码 假设有一个对象O 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它里面你搞一个方法 让那么放个信 这个地方你再写一个 比方说你写它一个实信 first 然后你再写另外的一个让 它就会产生用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放个信 然后concel.log second 回车 回车啊 这个方法 这样写就有点混乱 是不是 没关系 知道是两个通名的方法就行了 old and wrong 的时候发现它输出的是second 因为在GS里面 根本就不认识同名的东西 它就会覆盖它 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非要模拟它的话呢 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就只能是做一些手脚了 是不是 做一些手脚之前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arguments 这个东西啊 那么argument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一个demo函数 它是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假设我们这个函数里面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A和B 这两个参数是不是 如果我们要得到那个这个demo 它的参数的行参的个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等log这个函数的名字.nense 它有这样一个属性 nense 这个方法呢 就这个属性啊 得到的就是那个行参的个数 如果我们要得到它个实际参数的个数是多少呢 就是要接近concert.log 就是要接近这个arguments 它有一个nense属性 这个arguments 第一点要知道啊 arguments是在函数里面才会有这个对象啊 第二点呢 就是arguments 看上去是一个数组 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对象 它是个类似的数组的一个对象啊 为什么说它类似的数组呢 有两个方面体现 第一个是nense属性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通过下标来访问 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猜出来 arguments0的话就是实际参数的第一个 如果我们再弄一份的话呢 就是搞一个1的话呢 它就是实际参数的第二个值把它取出来 就是这个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啊 任性 这地方呢我们就调用一下啊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调用 所以没有看出结果 121 我们就搞个456啊 任性看一下 好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行参的个数 这个时候永远是2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写4了 是不是 然后它的长度呢是3 就是实际参数的个数 第一个值等于4 第二个值等于5 第三个值我们没输出 不用管啊 这是这一个 了解这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把那个arguments0进行修改 但是这个呢就不推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有些浏览器啊 如果在任性JS 任性在严格模式的话呢 这种情况就出问题 有可能会报错 是不是 这个地方要知道啊 arguments这种东西 你永远要采取直读的方式 就是用它的东西 不要改它的东西 这是这个 好 需要了这个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模拟重载 比方说模拟一个什么重载呢 我们首先模拟的就是那个可定长度的一个实性 比方说我们要计算一个求和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你传一个1 那么就只对1进行计算 传1和2 那么就1加2 123的话就是123求和 那么怎么做呢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total字等0 最后返回的是一个total 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写个循环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arguments 好 这样 然后i大等0 i进 然后最后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total 加等于arguments -i 好 这样就把一个可并长度的参数呢 就模拟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concil.logadd1 然后把它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然后就传一个2 等等 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看它输出的结果啊 arguments 我们这里是不是少写了一个 这个东西啊 这里也少写了 放了两次处啊 就是输出1和3 这就是可并长度的一个 实现 就是利用arguments 当然在这个地方 对于JS而言的话 根本就无所谓静态的一个动态 的多态 因为它就是通过一种 技巧性的形式来做的 这是一个可并长度的实现 那么官人JS里面多 那个重载的话呢 还有两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它的参数的个数不一样 是不是 我们也写个简单的例子 来确定一个 引试一下那个个数的问题 引试一个什么例子呢 呃 就是比方说一个函数 fount size 它是用来的 如果你一个参数都不传 那么就是得到某一个 多么对象的一个 我也写了一个多么对象的 那个fount size 如果你传了一个呢 就是给它一个fount 多么对象的fount size 设置一个字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比方说if 啊 arguments 点 arguments 点 nense 等等 0的情况下 啊 干什么事情 呃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写一个什么呢 就直接return一个 呃 一个燃 多么燃寿 是不是 多么燃寿的话 我们就要 呃 还要处理一下这个情况 呃 先把那个多么对象呢 先得到document 点getelement byid 啊 然后gs 这样啊 得到它 得到它了 之后我们这样子直接就 返回ese 一点style 点 点fount size 这个东西 反过去就可以了 啊 当然这段代码的是有问题 是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处理那个fount size 在直接写 还是在写的style里面呢 这只是个隐私 模拟的这种情况而已 那么其他情况呢 我们也也不判断它有三个参数 或者四个参数的情况 啊 直接else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写上 写上一个什么呢 那个ex1.style 顶方的size呢 就等于它的那个值 那么值呢 就是这样 0 这样写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什么呢 fount size 你给它负一个值 啊 等着 然后这个输出 看一下它的情况 fount size 啊 好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测试一下 输出了48 然后这个大小呢 的确是变了一点点 是不是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啊 这个animate 然数里面 的确是设置为8了啊 这是这个隐私 就是模拟 参数的个数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那个参数的类型不一样 那么它是怎么处理它的呢 一般的情况下啊 比较常见的做法呢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函数 在GQ里面 我们也经常碰到的这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就一个 呃 有一个设置吧 我们setting 取一个这样的名字 嗯 如果啊 如果我们传 我们可以传这样 比方说我们要传一个 呃 也fount size等于18 然后color 背景色等于一个红色 那么你可以传两个参数 我们这里一个都不写 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传一个对象过来啊 就是这样一个对象啊 比较color 这种东西等于一个红色 然后还有一个fount size等于一个18 这种情况啊 一个是传对象 一个是直接传直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还是第一步啊 ese 就等于document ingetelementbyid 然后js 这样写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进行内心的一个判断 是不是啊 如果它的内心啊 if typeof 那个参数 arguments 然后0 等等 object 那么呢 我们就干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对象呢 进行一个变力 就是for一个循环 p in arguments 这个0 然后再在里面写上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exe.style style dstyle 干什么呢 p的属性 它的值就等于arguments 0 0的那个 这个地方再写一个p 是不是这样 回车啊 这个地方就实现了 其他情况下干什么事情呢 在F的情况我们就写个exe 我们就把它写死它 style.font size 就等于arguments 0 在这个地方 拒绝 这是个影色 不太规范 是不是这样 style. 比方说background background color 背景色 就等于arguments 1 这个地方 1 把它写上就可以了 这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相当的说 印证一下 比方说setting setting 是我们就直接写一个背景 是那个字体磁秤 以及这个red 一个红色传过去 我们可以任性测试一下啊 那个地方有background 这个background的color 没有定义啊 我们看一下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back 看有没有写错 好像是没有错 这个background的没有写错啊 但是这个地方写错了啊 Style 我们保存再测试一下 发现这个背景色是红色的啊 然后字体也变了啊 这是一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种测试情况呢 就是setting 我们直接传一个对象 就是这样写上 比方说那个fount 这个地方属性就不能下写了啊 18 但是顺势是可以变的了 比方说改成20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background color 然后就改成一个green 改成一个绿色是不是啊 把这个地方注视掉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啊 这变成绿色的大小也变了 是不是啊 这是一种模拟 那个内型不一样的一种重担 简单来说 在JS里面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那么你就没办法创建同名的方法 创建多个 你就只能创建一个方法 然后在方法内部进行一些做手脚 无非就是内型一个警测 然后参数的数量呢 各种一个警测 这就是JS里面实行重担的一种方式啊 关注重担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